Hello 大家好 今天一起来画这幅 叫做迫爆新年虎 其实都是我们迫爆动物的系列 它是穿了新年的衣服 在画之前 我们看看你们是否准备好所有材料 在画这幅 我们需要的是任何 牌子的光粉彩 刮粉的工具 然后 我们还有刷子 刷子胶 圆刷子胶 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这幅比较简单 如果可以都可以准备红色的 木颜色 如果没有也不要緊 在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首先贴膠指边 这幅画因为有耳朵 所以建议 都用一些 比较阔的 纸胶带去贴边 我今天用这个 是1.5cm 我们可以一起贴膠指边 大家在贴的时候 都可以想想 你的老虎是想要什么颜色 你的 新年衣服是想穿什么颜色 因为我们说 迫爆动物系列 都是比较自由 让大家去想想不同颜色 都可以 这样我们就 先贴好四条边 大家应该收到型帽 如果没有也不要緊 很简单 一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自己画都可以 在这里 就像做一个小细子 很便宜 哎呀 我这个细子 是什么 好 不要紧张 大家应该会收到 这张 细帽 其实就自己直接剪才行 首先今天這幅畫會先上一隻老虎的顏色 就是黃色這個部分 然後再上新這些部分 最後再加上耳朵和花紋的位置 加上花紋之後再加耳朵 如果可以的話就可以一起去剪這個螢幕 這個螢幕我們先沿著這個邊去剪 它有多的都不要緊 就沿著這個位置去剪掉 剪到這裏就在這邊剪上去 首先不用剪到底部 我只需要這個V字的部分 首先剪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放上去 就可以用間斜袋 沒有間斜也不要緊 用一個Cutting Match去量度也可以 這個位置就要由膠紙底邊 盡量不要多過8cm 因為其實就是一半 看看你想這件衣服露得多一點 還是老虎的樣子露得多一點 如果你想老虎的樣子多一點 就盡量低一點 紙邊 我們從這個紙邊開始量度 大概8cm這個位置 不要超過這個位置 可以畫 我會看到它可以畫 滑滑 這個位置 還有儘量度對中間 看看你的衣服的位置 儘量對中間一點 我正在說這個位置 儘量不要超過8cm 上面這部分就是你的老虎仔的顏色 下面就是你的新年衣服的顏色 如果可以的話就可以把它黏好 把你的營紙黏好 然後就可以想想你的老虎是想要什麼顏色 哎呀 撕爛了 不要緊的 可以的 可以想想老虎仔要什麼顏色 今天想偏橙一點 我們上次都很黃 大家可以隨意 就算不是黃色這些顏色 可能你想是藍色紫色都沒問題 你自己想你的老虎是什麼顏色 我就照上這顏色 自己選好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會再說色號 就選兩種類似的顏色 如果可以的話就可以直接上色 但是你們都記得自己用過哪種顏色 因為稍後在耳朵的部分 我們會再重新用這些顏色 我今天也是想用黃黃的顏色 可以先上第一層顏色 整隻老虎都會上這顏色 如果是小朋友上 因為範圍比較大 所以你們可以用兩隻手指去上色 要不然也可能要上一段時間比較久 上了第一層顏色 你會覺得顏色不是很平均 你就可以再加多一點粉 然後再上得平均一點 還有上粉的時候 可能會按緊一點粉 然後再上 我會打圈上的 顏色可以均勻一點 現在這些時候 還有去到紙邊的時候 就按緊張紙 就可以減少白邊出現 這樣就可以上色 這樣就可以上色 盡量上得均勻一點 尤其是中間位置 中間位置 我們就主要是這隻顏色 所以中間位置就 上得均勻一點 那邊呢 我們一會兒會再加深一點的顏色 所以都 都OK的 就是有顏色都OK 但是盡量上得平均一點 看上去的圖畫都會漂亮一點 我現在可以選擇 現在可以選擇第二種顏色 第二種深一點的顏色 用同一隻手指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 是第一次畫的話 記得 因為它是乾粉彩 所以 你的手指要是乾粉彩 還有一隻一隻顏色 就好換另一隻手指 但如果是同色系 可以由淺到深都可以用 同一隻手指都沒有問題 我剛才用黃色 現在用少少橙黃色 所以它們都是同色系 所以就可以用同一隻手指 那現在就是 你看到的範圍的邊邊位置 全部的邊位置 去加一點深色 做一些陰影位 你可以慢慢推出去 把顏色 在上色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 有些位置 很明顯 你可以在 上完顏色 手指沒有粉 幅畫沒有粉 的時候 再去推開 一些顏色 令它不會有很明顯的邊位置 還有 當你沒有粉 可以打圈 把顏色均勻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如果第二隻顏色都可以 那中間這些位置 可能再幫我 掃均勻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的話就可以掃一下 掃走多餘的粉 好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 清潔一下你的手 然後 我們拿起 螢幕 好 看看下面的位置 這些位置 如果有粉 也可以掃一下 掃走 然後 這些位置 我們就開始想 你想要的衣服是什麼 顏色 我先遮一下 上面 大家也可以拿回上面的螢幕 遮一下 所以我們的螢幕 記得兩邊都要留 然後 你自己把它放在正確的位置 然後黏住螢幕 你可以黏上一點 稍微看到一點點顏色 因為我們紙其實有厚度 當你上顏色的時候 也可能會看到紙邊 所以 你不想有白邊 稍微向上一點 然後就想一下你的衣服是什麼 我今天想試一下 紫色 對 我射一下 紫色 因為新年 不是紅色 就是紫色 但是我想試一下 淺紫色 如果是 大家可以直接在這裡 上了第一層顏色 一樣 跟靖華隻老虎仔的臉 是一樣的 整個位置 你現在看到的位置 都可以上色 但是 這次上色的方向 就盡量不是打圈 那就圓回衣服的位置 就是 圓回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順著去 這樣 就上色 這些位置順著這個方向 一會兒 我們都會再做些陰影 是會明顯一點 不過 盡量都可以順回這些位置去做 對 就是順著這些方向去做衣服的顏色 嗯 這個紫色也順漂亮 就是做她的衣服 都順好啊 都配合這個新年的 氣氛的顏色 你們都會看到 紫邊 都還有一點 白白的 所以 可以在這些位置 加深色一點 而且 因為它淺色 就會 很明顯 就會看到一塊塊 所以大家 上色的時候 都 盡量 多加些粉 然後上得均勻一點 這樣 好 期待看到大家的畫作 不知道大家用了些什麼顏色 新年三 我都想了很多不同顏色 本身都有些想上藍色 但是藍色 又 如果沒有加到很多花紋的話 就 好像藍色始終在新年裡面 都是 都是 不是那麼好用 這隻顏色 所以都是避免用這些顏色 好 這個顏色 然後 我們會上第二層 首先 我們先上邊位 拿第二種顏色 我用深一道的紫色 在三條邊 先上色 我們先上三條邊的顏色 跟臉上髮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圓邊上 慢慢把顏色推上去 因為我選擇這兩種顏色的顏色 對比比較大 所以我應該會推上一些 慢慢把顏色 漸變出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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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也看到它的顏色 是 很明顯兩隻顏色 這樣 所以我都會 再慢慢加深 還有 你在邊位 角位 可以再加多一點點粉 加強它的顏色 我會再在這兩隻角位 這些位置 再加深一點 這樣就沿著角位 推出去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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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 請大家拿出這個部分 然後 我們現在這樣剪下來 這裡 沿著這條線 繼續剪下去 因為 始終是新年3 沒有線 就直接剪開 就可以了 因為它其實是多了出來的 新年3 它始終是開胸衣服的感覺 所以 我們也做了一點點 紋 給它 這裡 沿著邊 鋪上去 鋪上去之後 可以黏好你的顏色 就可以了 把它黏緊 好啦 咦 不對 我們忘了上這條邊 我們先上這條邊的顏色 不好意思 我們先上這條邊的顏色 一樣的 這個部分 我們也加深一點 差一點就忘了 不過忘了一會兒都可以補舊 沒問題 對 對 大概上了一點 令到它 這件衣服 多一點層次感 就是好像立體 一點點 這樣 對 如果可以 現在就真的可以把它 剪了出來的部分 貼上去 對 沿著這個邊 貼好 對 然後 就一樣在這個位置上粉 這個位置上粉 然後 剩下衣服的邊 給它 對 這樣 這樣 去上一點顏色 對 這樣 去上一點顏色 然後這個角位也加深一點 再把它推出去 對 把它推出去 把它推出去 你覺得不夠的顏色的部分 你可以再補一點點給它 好 如果OK 就可以清潔一下 掃走一些粉 去 然後拿起它 看看 好 剩下這個部分 現在會看到 這裡就很明顯看到衣服的分別 對嗎 好 如果OK 我們可以把這個都拿走 會看到上面有一點點印了粉 不要緊 我們向深色的地方掃走粉 如果都還有 就可以用你的軟刷膠去印一下 如果這裡還看到有 可以印一下 把粉印回去 這件衣服大致上就完成了 我們已經完成這個部分 現在就可以幫它上一些花紋 就是斑紋 如果你不用我們 幫你做 預備的型毛 都沒有問題 自己剪三角形 都可以的 我們首先先上這個部分 就一樣沿著去剪 放心 這個我們只要外面 所以如果你說你內面剪爛了 都不要緊 就要的 就剪了它的花紋出來 我上面有多一點點位置 給大家 可以黏住型紙 其實就不需要 到那麼長 當然如果你說你想 你老虎仔的花紋 是很長 或者你想多加幾條 都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可以 自己再去設計 如果再不是 你說你自己畫 都沒有問題的 我也是很隨意地去畫它的花紋出來的 但是就注意 因為這些花紋 始終是比較細緻的東西 可能拆的時候 都會拆難 所以就小心 好 好 這裡就可以了 你盡量對中間位置 就放進去 看你想想 上一點 下一點 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就要遷就 你的畫 的設計 大概在這裡 我可能就是沿著 紙邊 直接這樣放進去 再對下去是不是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黏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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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黏緊 你可以想想 你的 斑紋 是什麼 色 啡色 或者橙色 都可以 甚至可以 你想我的老虎仔 是其他顏色 都可以 沒有問題 綠色 如果你覺得它是綠色 可以的話 都沒有問題 就可以自己決定它是什麼顏色 我這次 因為我本身說想做 橙一點 但是結果我還是很黃 所以 我試試它的花紋 都是BB 一點 就用橙色 上粉的時候 小心這些位置 割位 所以我們就向內推 避免顏色 卡住了 或者做得 不太好 首先 上少少顏色 然後 小心點 向內推 對 那 以免它卡住了 其實 逐少上粉 然後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再用深一點點的顏色 去做一點點陰影的位置 在角位 最邊的位置 推出去 這樣 就是 這些 向上 推 可能做一點點 給它 那些粉也不用太多 我都嫌我自己多了 少少 我都ok 的 是 如果ok 就可以把粉 掃一掃去 清潔一下 拿起螢幕 看一看 是 那些粉有些出去了 是很正常的 一定會有的 因為它始終一來很小 然後呢 它的粉 咦 我這邊好像崩崩的 我 補救一下 先 通常呢 直播的時候 那些畫都會 有少少噁心 看看有沒有補救一下 把它剩下 把它剩下肥 剛才好像 爛了 那樣 ok 靚一點 好啦 ok 如果ok 我們就可以剪這些 花紋 如果不是 你直接 剪也可以 其實都是一個三角形 如果 不方便 因為它是中間位 其實 你可能就這樣 直接在這些位置 直接這樣剪出來 都可以 那我們是 沿邊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剪啊 戒啊都沒有問題 就直接剪出來 看看你想一條 虎紋 是有幾 大條 這樣 看看吧 如果你覺得很大條 可以剪別的 或者它有些大小不一 那我上次就是兩條 那你可以看看 如果你想三條 這樣就可能幼少一點 不如今次試試做三條 那就整條幼少少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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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ok 你們就可以 幫它貼好 形紙上色 幫它 那我就很懶 所以我沒有貼 所以我就這樣 上色 就用回你們剛才用過的 顏色 跟上面一樣 顏色 如果你想其他顏色 都沒有問題 不過我想老虎 不會太多顏色 所以你們就自己 決定下 你的老虎是什麼顏色 可以選擇 甚至你說 我不想要三角形的 紋 可能是其他 紋也可以的 因為這隻 動物是你們自己設計的 所以 這隻老虎是什麼紋 都沒有問題 你們可以自己去選擇 好 我已經完成一條 可以再做第二第三條 大家自己去自由發揮 不知道大家新年會去哪裡玩 希望疫情 好了 時間關係 已經上了兩邊的花紋 因為剛才斷了 不過不要緊 好了 我們上完了 現在這個時候 就可以剪了中間 這個嘴這個部分出來 我的習慣 在中間剪開它就可以了 因為這次我們 中間都不要 要不然你們就可以用剪刀剪刀 對 我呢 就懶了 我都比較喜歡用這個 剪刀 這樣就可以剪它出來 但是一會兒 那個鼻子 大家要不就 自己剪它出來 要不就把一張紙對摺去剪 要不然剪其實都OK的 沒有問題 一會兒 再講一下 好了 已經剪完這個鼻子的位置 可以直接 放下去 對 自己對下位 可能我這次有點太想 應該都OK的 然後呢 就用你的眼刷子膠去刷 對 就將它的位置刷 又不用刷到超級白的 但是要刷到有些顏色 看到有分別 還有呢 刷的時候呢 就 盡量都平均一點 不要一塊塊 雖然一塊塊都沒有什麼 因為 它是一隻動物來的 動物它也會有不同的顏色 這樣刷 也不用刷到它很白的 看看它就可以了 有些顏色 如果可以的話 就已經可以拿起它了 看看 不可以了 這樣 然後呢 就把鼻子剪出來 或者剪出來 其實呢 我 教大家的方法 就是把紙對摺 然後剪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畫給你們 所以我就 畫 不然呢 其實大概 這樣去剪一個鼻型 出來就是最方便的 OK 然後呢 就放在中間的位置 然後呢 就上色了 那鼻子應該是深色一點的 嗯 儘量用深色一點 你說你想切一點也沒問題的 通常都是啡色 黑色這些位置 但是我真的不太建議用黑色 如果不是就好做的 灰色 好 可以再上深一點的 我覺得 這樣一樣 如果大家 覺得它會動 等等那些 那你就自己 貼一貼 這張型紙 那OK呢 就一樣掃一掃去 好 OK 那其他部分 一會兒做 最後了 其實呢 就已經在做耳朵的部分 那做耳朵之前呢 記得清潔一下你的手 因為我們要上黃色的 黃色的部分 都是 比較淺色 如果不是 就髒了就不太好看了 然後就是剪出來 好 那就搞定了 這樣呢 然後呢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上色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呢 就要撕起少少膠子邊 好 我們要少少撕起這裏 少少膠子邊 啦 對 不用撕完都可以的 對 那然後就當一下那個位置 那 又不要出到它太出 咦 今天的耳朵 有點大 還有 那個 那個 那個花紋畫得有點上 那一會兒上色的時候 就要自己 小心遮一遮它的位置 哎呀 我撕破了 不要緊 好 那貼一貼回去吧 那自己的位置 就可以貼回去 哎呀 對 這樣把它貼回去 那然後呢 你們記得你們自己的底色 一開始 面的底色是什麼 呢 就麻煩你上回你 剛才用過的顏色 其實兩隻耳朵都是這樣做的 那 耳朵就是沿著弧形去上 那你都應該會仍然看到少少那個 紙邊那個方的 那不要緊 因為呢 你現在上色是淺色的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就上了第二隻顏色在上面 對 那沿著弧形可以了 又不用整隻耳朵上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蓋上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如果OK 那我會再用一隻深一點 但是不要太明顯的深色的顏色 OK 那就去 再做一次的邊位 就加強 耳朵的邊邊位 好 就可以拿起去看一看 好 好 OK的 哎呀 就掃一掃走去 嗯 好漂亮 好 那另外那邊一樣 是這樣做 那我就撕了 其實撕不撕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其實現在那個紙 其實是用完的 不過呢 可能不撕完 就方便大家 黏住你那個螢幕 而已 是的 我的習慣會把它反轉 就好像平均 因為始終我們這樣剪 它不是一樣的 但如果你說你懶 就這樣放下去也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反轉 就最好清一清潔你剛才用過的邊位了 OK 就放上去 那你們 然後 你剛才用過的顏色一樣 就像是这样去上他们耳朵 在这样沿着边弧边上 上完一颗颜色就上来的第二颗颜色 上完第二颗颜色就在边位加深一点 让耳朵立体一点 把粉撕掉就可以了 因为我刚才反起了一点 所以这里出去了一点 不要紧 待会把它拆干净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哎呀原来我歪了 那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就大致上完成了 你说你想要撕个纸框也可以的 但我们还没完 因为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上去腮红的颜色 可以用你们的手指尾 上一点粉红色 也可以的 这样打横去上 或者打圈上也可以的 我打 这边上深一点 好 好了 那就可以了 然后呢 如果你们有 黄色 就用黄色 如果没有黄色 可以用粉彩去 就把他的眼睛 他的嘴巴画上去 那我试一下用这个粉彩去画给大家看 嗯 嗯 我也是用啡色 我也是用啡色 用啡色画上去眼睛 好 加个 女仔的感觉给他 因为这只是男仔马 画过女仔给他 然后还有那个嘴 女仔的嘴好像小一点 所以我又画小一点 给他 好 那已经完成了 最后呢 就剩下 衣服这个位 看到吗 是那个 花柳的位 今天呢 想和大家画一点 那其实花柳 它有很多样子的 就是中国柳 对吗 它可以 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对了 那其实它一边是 这样的 其实它的柳是 通常是这样 圈着 跟着这边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里可能是 最简单的就是 一些圈圈 这样 对了 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这里画一些圈圈 对了 这样去做它的柳 如果你画 觉得很困难 其实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回 这个方法 画两条线 画两个洞 这样给它就可以了 那么 要画多少个柳呢 就 除你们 还有按回你们的画 的大小去做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多一点 你就可以做大一点 这样 那么 我又没有颜色画 那如果你们没有颜色 可以用粉彩画的 那粉彩画可能就 会 就是 不能画得那么细緻 那我今天尝试一下画这个 花柳给大家看 对了 接着它这里就这样穿过来 其实这边也是这样 对了 也是这样画 那我再画一个了 那看你们自己喜欢不喜欢的 如果 你说 我觉得这样 好像不是很漂亮 那就 不要紧要的 可能 画一条也可以 因为其实我觉得花柳其实是很漂亮的 不过我都 不太参透到它 究竟如何可以画得很漂亮 那这些始终都是中国传统的 艺术来的 对了 这样 大概 我画多一粒给它 好像五粒更漂亮 中间画多一粒 对了 那就完成了 那 OK 就可以去喷画 还有 写 这个是逼爆动物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幅画 的话 也可以分享给 身边的人 分享出去 还有记住 like 和follow我们的IG 或者是Facebook 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手筋来作 这样 这样 对了 那这幅画就完成了 哎呀 这个阔的紫胶带 我常常都拔到烂了 哎呀 都还差一点 OK 对了 如果是大家就去喷画 其实应该是喷完画 才拔纸框的 不过我今天 就没想着喷画了 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啦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